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相信对不对 伽玛射线报 是现在最夯的研究题目 科学Science杂志 在1997年1999年 分别选它为 世界十大研究之一 最新的说 他们现在研究 伽玛射线报的时候 看到力回流波段结构 用白话文讲 很有学问 我用白话文讲 就是看到时间倒流 时间倒流 时间会倒流 你刚说那个体现在 如果我进去的话 我会变年轻吗 所以现在以色列 已经用最新的研究 开始做时光机 太疯狂了 是以色列真的开始做时光机了 看看用这个理论 可不可以做出 人类第一台时光机 好 人类到底有没有经历过 时空之门 星际之门吗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真的是有官方的就这个 1995年1月27号 蓝极的上空 这蓝极的上空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看到灰色的那个橙雾 啪在那边动 对 就更妙一点的 它原地 它就在原地动 对 它照理说有风啊 什么它会飘啊 如果它是云雾的话 对 它会飘的 飘它不会动 它就在原地打转 好 这时候美国物理学家 马瑞安麦克林 他就发了一个气球上去 这气球上面 有风速计 温度计 湿度计 时间计 一放上去 我告诉你 这气球是慢慢放的 在接近上面的时候 突然间 被吸进去 那滚人 啪啪就动了 后面有线 有线就好 有线 不要断 被吸进去了 吸进去 然后把这气球一拿回来 我告诉你 史上面时间 1965年1月27号 它是1995年放上去 收回来1965年 你回到未来30年 回到30年前的今天 等一下 你这个太快下结论 你可能是因为 在震动的过程当中 坏了那个所谓的时间机 坏了那个钟 这样子就要下听论 麦克林也是这样想的 对不起 他那个蓝旗 有很多气象气球 因为他研究气象的 换一个新的气球 啪又放上去了 一收回来 1965年1月27号 再换一个 啪拿回来 1965年1月27号 我告诉你 换了六个气象气球 全部上去 1995年1月27号 下来 1965年1月27号 回到未来30年这件事情 毛老师 换三个气象气球上去 三个同样的结果 这个怎么解释 我告诉你 马上报白宫 白宫立即啪啪下 他弄了一大堆科学家来 而且还发生一件事情 CIA跟FBI抢着说 这个案子我要 你知道吗 是 结果一来之后 灰色的那个 沙暴那个层不见了 不见了 口 关起来了 你期望他飞的时候 他不飞定在那个地方 当你要来研究他说 啪 他不见了 对 所以南极这个是第一名的 被有官方的 有科学家背书的 进入时光之门30年 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 不可思议的第二个现象 209年12月9号 在挪威的天空中 出现这样子的图案 非常巨大 而且整整在那边存在了 12分钟之久 刚刚是南极 现在换到北极来了 挪威靠近北极里 我讲得完全正确 好 注意看 这个多么完整的螺旋状 而且中间还发出 绿色的光芒 有没有看到 绿色光芒中间开出来 有没有看到 毛师 我觉得这是 电脑P图P出来的 这是真的肉眼看到的吗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不是真的话 很多人也认为 这是电脑P图P出来的 怎么可能 天空中怎么可能 出现这样一个光线 这样一个蓝色的一个 螺旋状的 我告诉你 后来有人说是 俄罗斯射导弹 导弹 导弹 小洞云 对 搞得 后来现在最新的解密 俄罗斯那天更没有射导弹 当初俄罗斯为什么说射导弹 就是要把这个 时空之门被打开的现象 给掩盖住 所以时空之门只有在高纬度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南极 我们看到的靠近北极的地方 只有在这个地方 天空会打个洞 让你回到未来吗 当然不是 来 你说高纬度 我们来一个低纬度的雅丁湾 这个不是海盗窝吗 海盗窝 就在这个挪威的光圈 一个月之后 你知道雅丁湾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64次地震 其中最大是6.3 规模6.3 雅丁湾没有地震的 雅丁湾没有板块 没有断层 没有地震 还有一个 翻溜4次地震 规模最大6.3 陆地上的人 完全没感觉 没有人感觉到有地震 原来是什么 是雅丁湾的海底 巨大的能量 放一下 放出巨大的磁场能量 让整个波能振动 看起来像地震 所以这件事一发生之后 世界各国都说打海盗 把所有的船都派去 我告诉你 这里雅丁湾曾经一渡 全世界最好的军舰都在这里 上面都是科学家 我问你一件事情 君祥 这么多军舰去 这么多海军去 雅丁湾海盗也没有断绝掉 没有 所以等于说 他们当然不是打海盗的 他们不是打海盗 他们是探讨雅丁湾下面的 时空之门跟星际之门 我告诉你 好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这个 澳洲的松树谷 你看到没有 澳洲松树谷 你到澳洲松树谷 你开车到这边 一定有这个牌子 警告你 对不起 请不要进入 对不起 请不要靠近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神秘 不能靠近的地方 为什么神秘不能靠近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 多漂亮 大雷达吗 雷达罩 雷达罩 这个雷达罩 八个雷达罩 里面有三十一个卫星天线 注意 它甚至上面 有自己专属的卫星 在两万尺的高 里的高空 对 在上面动 所以人家认为这个地方 它研究的就是 一个跟太空的星际之门 是有关系的 马老师带我们来到看松树谷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时间点 非常要命的巧合 它成立在1966年 马老师1966年 我们几天前的节目 才跟大家讲 在澳洲史上最巨大的UFO事件 就发生在1966年 不是300个学生同时看到了 好像是境外文明的飞碟降临 在他们的校园上空吗 我告诉你 连澳洲的国会要求来报告 松树谷在做什么 对不起 我不到澳洲国会去报告 我不受你监督 还有这里面有一千个员工 很多美国来了 全部没有名字 你不知道谁在里面 第三我再告诉你 松树谷 我们刚刚讲那个 挪威的光圈对不对 是 松树谷没事就现出一个 各式各样的光圈 这里也有光圈螺旋 第四个 这个地面上最有名的是 纳兹卡县对不对 在松树谷旁边也看到类似 阿兹卡县的图案 所以我认为这地方太神秘了 所以这附近有一个外星镇 他就做外星镇 你进去里面 全都是各样外星的东西 大家说认为外星人如果来的话 第一个造访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 以色列也要造时光机 我们讲了这么多时空之门 我问你 到底有没有真正证据 时空之门什么样子 就像你能够想象吗 无从想象 去年国际太空站 他啪 造了一个东西 造了的时候 国际太空站太空人 第一句话你知道他讲什么 他说什么 时空之门 他就大叫时空之门 他看到了什么了吗 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照片 这个 他叫时空之门是他看到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 这没有道理 这个是太空人的视角 对 太空之门照出来的 我问你 这不是太空船 这也不是什么幽浮 不明飞 它就是个光 但很巨大的光 这个有人就认为说 因为这个看起来不像光线 有人就说它是 也可能是幽浮 不明飞行物 但有可能认为它只是光线 就是时空之门 所以这个 反正直播的时候 NASA啪 就把它打断了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个也是一次时空之门 好 这都在去年发生的 为什么以前人类国际太空站 从来没见过 最近突然之间连续两次 当这个是不是时空之门 大家还有讨论 但这个实在是太怪了 你知道吗 这个就像是 连太空人自己都喊 对 时空之门 他站在你面前 开门给你看 而且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光 所以今天究竟有没有时空之门 我们等以色列机器做出来 答案就揭晓了 时光一世不复反弹 今天傅老师来到这个现场 特别要告诉我们 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都以为上了 哆啦A夢的时空机 我就能穿越时空 但那是假的 但这个假久了 越来越像真的 对 而且最近就在3月4号 太阳报登了一个 土耳其Millayet的发布的消息 土耳其阿达纳省 地方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叫做塞尔达宾尼奇艳 在2019年3月3号 起遇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他遇到什么事 他起遇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个就是太阳报的title 太阳报3月7号 因为他把土耳其文翻成英文 第一次3月7号登出来 说什么呢 Hanelgar 上帝的手 有一个真的一个天使 救了一个奇怪的生命 借了什么方法 把tapping去修的 把他的肩膀推了一把 你看 你要看他推一把 推一把 看到没有 推一把 然后一回头 刚好有一个铁岸打过来 不然他早就脑震荡了 所以他站在这个地方 他不知道有东西要挥过来 你看 他不知道 看到没有 这时候看到一个东西挥过来 刹那之间 所以那个人要是神来之手 打他一下的话 他后脑巢就中了 当场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说这个是现场拍的这个影片 那么3月3号呢 那Millayet的报纸 土耳其报纸就狂登 登了以后3月7号 英文报 英国的太阳报 生了这个消息 Just Behold Larry 一个很快的速度都打过了 他几乎跟死神Sana Nia Miss Sana之间错过 这件事情 其实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老师 这两起重大的新闻一出来 立刻大家讨论说 那拍他那个人到底是谁 居然扯出了时空旅人 怎么扯这么人 而且拍他的这个人 因为全程录影带照到了 对 没有 不见了 你看 就瞬间 你看 这个头模模糊糊 他的头很清楚 照理来讲 你这个录影带拍过去 在同样的这个区域 他清楚 他也应该清楚 不是 你看了吗 他清楚 他不清楚 同一个时空 同一个时空 他清楚 他不清楚 对不对 然后一下子他就不见了 对 所以他是不是在消失之前 拍了他一把 不晓得 上帝之手 对 上帝之手 看过了这个新闻事件 大家就在想说 电影也演很多 Somewhere in Time Dola e Moon的时光机 讲的都是穿越时空 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来想 当然觉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真的是如此吗 现在这个我放一个影片 这个是2018年的5月份 在宾州有一个warehouse 一个仓库 仓库的警卫拍到一段影片 非常的惊人 拍到影片现场就有人 post出去 然后在YouTube上疯狂传阅 我现在传出权是74万 74万个人看过这个影片 好 我们先看 这是警卫拍的 还有声音 他有声音 我们可以看他声音 你自己做决定 这个好像是印度人 这个印度的警卫 从右边走过来 慢慢走过来 他找什么东西 looking for something 他在找什么呢 对 然后再看 朝着镜头 他不知道有人在录影他 因为是security guide 他还没有找到 然后他又回去 来回 他到底在找什么 这是一个车库的monitor 这是一个仓库 一个仓库 你看这是一个仓库 一个很大的wayhouse 不知道哪家大门厂的 找到了 找到了 拿起来了 看到没有 有一个白光 都知道 flashlight白光 看到 闪光 你要看 仔细看 对 closely近看 就是一道光 在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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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在闪 尾展灯 不见了 看到没有 这个不见了 等等等等 刚刚那个tanko 分钟秒秒 他在持续的 他持续 不见了 他没有剪接过的 对 这security guide 漏在mail 传过来的 传到放眼 因为谁都可以把它 放在YouTube上 放上去 这段画面怎么解释 你问的话 他也问了 你怎么解释 这个怎么解释 所以不知道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一个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东西 好 这个是在YouTube上面 被热议的一段影片 我们把它当新闻事件来处理 也不为过 但是我们退一步讲 退一万步讲 你从 Dolai Mon 我觉得那是假的 那是演的 可是你一直让我看到的是 来自新闻的呈现 那总假不了 对 现在刚刚是 我们先讲一个事实 对不对 但是事实有很多不 等一下还有真正发生 在纽约的事情 我们先讲 这个是3月13号 在莫斯科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这个实验做了以后 现在美国的科学网站 通通在狂登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内容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他的科学网站 Fix.org ORG是政府机构 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网站之间 大家上去看 这个长长一大堆东西 这沙漏吗 一个沙漏 比如沙漏是这样低的 对 如果你倒过来 它是不是反过来低了 对 沙漏什么了不起的 对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两个量子做实验 时间可以回去 量子会回到原始的状态 时间可以倒转 就是说量子原始的状态 它在激发之前的状态 已经回来了 但是只有两个量子 我们看一下 这是假装我们打撞球 你看 撞球打过来 对不对 打过来 不是试散吗 对不对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 把弹子球 弹子球 试散的结果 倒过来 变成这个样子 回复原来的状况 那是特技吧 特技 放影片 前面放 后面放不都是一样 都对称 但是呢 物理学家 以输二为首 注意输二为首 做了个实验 这是原子的出炭 对 这是原子 出炭 受到激发以后 的变化 对不对 一下子它又回到原始的状态 Become localized 也就是说时间走往这个地方走 走啊走啊走 应该离它越来越远 怎么最后走回它原来的样子去了 应该是继续往下走 对不对 走回去了 但是呢 这次实验只有两个量子 对 在围观的情况下成功了 是 他们后来想办法多加一个 对 就失败了 所以只有两个量子 这个实验完成 三个量子 回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是不可能 因为照热力学第二定律 最大的 最大乱度 根本不可能 但是它做到 而且它是写了一个程式 程式里面完全是用波动方程式 Wave equation 把这个事情变成真的了 简单说 今天如果等于撞球台上 我只留两颗球 世界是无数多球组成的 我就留两颗球 它真的已经做到 把时间往回推 哇 这个让大家觉得很难一点 而且很重要一点 我们在目前我们的聚观世界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没错 这个是在围观世界 量子世界情况的 两个量子才发生 是 那这样来讲 他们现在科学家 我想继续做三个量子 四个量子 然后慢慢再突破 你怎么知道它突破 不会变成聚观的世界呢 聚观的世界是我眼睛看得到的 新闻事件 眼见为凭 再来 傅老师今天晚上 特别给我们带了两个现场 大家来看看 你要怎么解释呢 这个是在纽约的报纸登的 这个把它抓下来 有一个叫做time travel 时空旅人 把那个城市都给骗了 我们来看怎么回事 2003年 3月 联邦叫他去逮到一个人 44岁的老人 他在纽约华尔街买股票 在股票市场玩股票 两周注意 两周里面 他用80块美金投资 两周 3.5亿美金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你就说他幸运 对 他连续两个礼拜 怎么可能那么幸运 是 那这样这么好赚 我们都不用在这边了 只去赚钱就算了 对不对 所以被FBI盯上 有鬼 把他逮了 逮到了以后 他做了126笔 高风险的 注意 高风险的交易 特别写了 是高风险 一般来讲 低风险就拿拿利息就好 他的高风险 可能Leveling这个杆杆 拉得非常大 出现了这个事情 那么 而且他也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都知道 然后他告诉他 他的名字是 Android Collison 而且他是一个时间女人 来自250年以后 你还真相信吗 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 是 那就很奇怪 当然谁都不相信 警察局就把他关了 对 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 有一个不明身份的捐助者 4月3号 注意到是3月份 3月份发生的事情 对 你关了一段时间了 4月3号来保他 提前来保人了 保了100万美金 不少 100万 是 开玩笑 那个时候的100万美金是多少钱了 是 然后他保了他以后 保时金交了以后 他就 他要去参加一个听证会 因为这个人保他去出现一个 参加一个会议 就在会议的路上消失 从此再也没见过 你说他回到250年前了吗 他赚了 他赚了钱了 赚了3亿多美金走了 就是这个人 所以纽约报纸 特别登的这个新闻 而且纽约报纸的标题 Time travel Time travel 这个人 Andrew Carlison 所以表示是什么 把华尔街都给骗了 一起加入57报新文会员 跟俊相一起挖跟酱 等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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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